哈喽,大家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ugSync 它在前几天呢,就突破了这个200天均线 这边,这个通常都是一个码路讯号 它在星期五的时候呢,也是突破了这个POC 涨上去的这个筹码风 星期五的时候也是一个码路讯号 这样它的existent就是之前的这条固执线 也就是这个筹码风的最高价 也就是7.45 现在就要看它有没有机会突破这个7.45 如果它再一次突破这个7.45 这个也是一个码路讯号 个人认为它的突破呢,是有点难度了 它应该会在7.45的时候就又吞回来 也就是说,如果你是之前那边买到的话 你那时候可能就要考虑把它买出去 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在这个 蓝牌的均线 或者说这个POC 7块钱左右的时候再买回来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,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